红仲丘案军检处提出了抗告 而对象是包括了 何江中 徐行政跟范左宪 抗告成功 在刚才7点钟也召开了积压停 稍后将有最新结果 一阵缓乱当中 电视台摄影记者差点被撞上 而放在一旁的脚架 被压到严重变形 这台黑色轿车 就是何江中的座车 为了避免接触媒体快闪离开 差点还发生意外 不过可以理解他的心有多焦虑 因为最高军事法院指出 在军事检察官抗告时 要透露新的市政 加上他们可能串阵 因此高等军事法院 在晚间7点重开庭 到底何江中 徐行政 范左宪 等三人是否积压 高军院庭长你运行 欲待保留 这个部分还是要在 今天晚上的何一庭里面 有简便双方去攻防 所以我还是没办法在这边 跟各位表示意见 有没有积压的必要 很快就会知道 记者综合报道 特别人打道